说到娱乐圈的女明星们 可谓是争其斗艳 无论是红毯发布会等场所 还是大型晚会活动等 都是她们的修罗场 每当这个时候 大家就都拿出看家本领 穿上最靓丽的礼服 在秀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但是也有不少女明星的穿着打扮 不但睁眼的效果没达到 反而挤出坠肉 拉不上拉链 叫人尴尬的脚趾抠地 这里是虾谈与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些女明星们礼服背后的秘密吧 首先来说说神仙姐姐刘亦菲 无论是论级外貌还是身材 她的名字都会在娱乐圈占据一番地位 凭借大气的外表和可爱的性格 神仙姐姐成了各家活动 争相邀请的对象 曾经刘亦菲就受邀参加微博之夜 在红毯上她身穿一席高定礼服 粉红色的裙子 衬着她肌肤更娇嫩 简直就像个迪士尼载桃公主 可到了现场 大家才发现这都是照片 穿上这款里裙的刘亦菲 可以说是完全暴露了身材短板 最尴尬的是 当她一转身 连背后的拉链都没拉上 对比模特图 刘亦菲的后背崩开的 简直不要太明显 令不少粉丝直呼 不忍直视 没想到一向以颜值著称的刘亦菲 也称不起来这条裙子呀 其实每个人的身材胖瘦本没有对错优劣之分 可是硬穿不合身的裙子 岂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 再来说说张萌 她的身材本就是风鱼型 所以在尝试礼服时 如果不选好尺寸 那么在红毯上就是灾难现场 这不在一次活动中 张萌穿一席银色的裙子亮相显得非常亮眼 但是当她挤进不合身的礼服后 在红毯上摆pose时 只能抬高手臂 拿交一个费劲 一旦放下手 就曝光了她硬挤进礼服的尴尬事实 她这种身材 遇见不合身的版型 真的很容易瞬间挤出坠肉腹乳 本来好好的礼服 硬是被她挤得变了形 这还不算什么 曾经张萌为了能穿进收腰公主裙 腰部硬是被勒成了非人尺寸 看着只有巴掌宽 最后还因此被礼裙勒到血液不通 泪骨骨折 下了红毯就进了医院 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不但什么都没捞到 还赔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张雨琪也是属于比较丰满的身材 在某场红毯上 她以白色威灵里裙造型现身 由于裙子尺寸太小 因此她的上围被挤得呼之欲出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就连在场的记者也不知道该不该拍了 其实这件礼服是很小清新的风格 衣服和肩带也是正常款式 但是张雨琪却因肩宽和傲人的上围不能将就 只能将肩带穿在手臂上 穿成了深微落肩款 肩带的长度是没办法调整的 所以张雨琪这一穿还是显得很紧 手臂都被肩带勒出痕迹了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壮硕 一点也不美观 这样的礼服不仅有着走光的风险 而且和她本身的气质也不搭配 或许还是得体优雅的礼裙更适合她 作为国民闺女的关小彤 也逃不掉在红毯上尴尬的场景 由于她是大骨架的身材 即使身体再瘦腿再长 看起来也还是壮壮的 因此在不合身的礼裙上吃了不少亏 关小彤的上半身很容易显壮 但她总爱穿一些紧身款的礼裙 在某次红毯上 她把自己塞进了一件抹胸礼裙 腰身确实被小一号的礼裙束得更细了 但是腋下的坠肉也被挤得无处躲藏 胸边那两坨被挤出的肉肉 看着令人难以直视 这样的礼服竟然硬生生挤出了妇乳 真是干了个大尬 管小彤在红毯上的要强性格 也闹了不少笑话 这样的执念其实并不好 为了追求所谓的极致身材 糟蹋自己的身体实在是不值得 碰上不合身的礼服 就连维密名模也在劫难逃 西蒙瑶当超模时身材已经够瘦了 严格的饮食控制和体型管理 使得他早已练就魔鬼身材 但他却想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尝试一把巨小腰围的礼裙 结果自然是投机不成18米 在一次嘎那红毯上 西蒙瑶为了追求极致细腰 选了条不适合自己的漏背漏腰纱裙 本来就紧实的腰部 在裙子的束缚下被挤得坠肉满屏 这下在红毯上不但绣腰不成 反倒是用力过猛 暴露短板 一时间成了全场亮点 本以为他会吸取教训 但是没想到后来 他又因为应急礼服踩了雷 刚怀上二胎那会儿 西蒙瑶身材走样 但他却执意在红毯上 穿抹胸款的修身礼裙 场面一度很尴尬 就算是再精致的瘦子 遇见不合身的裙子 也会丢了面子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成好了 他当年受邀走红毯 按理说身材绝美 气质优雅了他 挑个中规中矩的造型 美美地展示自己傲人的曲线 就能圈粉无数 但是没想到他却做出了一个 令人迷惑的举动 在裙子的挑选上 陈豪为了能更好地凸显身材 硬要挤进一条 起码小了两大圈的裙子 胸前被挤出一大半坠肉 甚至都挤变形了 这条裙子确实剪裁很好 做工精美 但是明显尺寸太小 不够合身 陈豪只能挺着衣服 观众只能看着他被勒出肉肉 对着镜头强言欢笑的样子 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慌了审霸 本以为是圈粉现场 没想到变成了灾难现场 徐靖雷的身材比较干练轻瘦 但他的气质向来被称一绝 在红毯上也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可如果穿上不合身的抹胸礼裙 他也会遭遇勒出坠肉的尴尬 在参加某次活动时 他穿着一袭黑色的礼服 惊艳亮相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但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件礼服由于胸围太小 竟然硬生生的将徐靖雷上围的坠肉 勒出来许多 使得原本优雅大方的徐靖雷 瞬间变得有些小家子气 他也因此成为了广大网友热议的对象 其实何必要应激呢 悬点合身又不失自身特点的礼服 难道不是更舒适养眼吗 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身材 在红毯上勒倒挤出坠肉 这不是更尴尬吗 只能说女明星的心思 真不是一般人能猜到的 最近刘涛在刚刚过去的一波红坛里 也是狠狠尴尬了一波 在群星争艳的秀场上 他身穿红黑拼接款紧身礼服 先是亮相采访间 奈何礼服太紧了 主持人王耀庆让他坐下聊 刘涛满脸尴尬 被紧身礼服折磨到崩溃 连坐都坐不下去 最后只能坐在了沙发的扶手上 王耀庆为了缓解尴尬 也高情商的陪他一起做扶手 其实这身礼服是相当美的 无论是色彩搭配还是样式版型 都完美勾勒出了刘涛的曲线 将他的好身材完完全全的衬托了出来 但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没有沙发扶手当缓冲 试想一下刘涛穿着这身衣服完全坐下 恐怕又会多一个大型事故现场吧 另一位红坛女王妮妮也经历过 被紧身礼服支配的恐惧 在一次红坛上 她以撞色款造型经验亮相 其实这样大胆的配色很少有人能hold得住 在普通人的身上不是显黑就是显胖 但是妮妮轻松拿捏 好身材显露的一览无余 可惜妮妮上场不久 因为礼服的长度和紧度一时间施展不开 慌乱之中高跟鞋还踩住了裙摆 不仅差点就摔一大跤 还差点上半身失手 于是妮妮只得在原地摆弄了半天 这才调整好节奏 小心翼翼的拽着裙摆下了台 也幸好妮妮红坛经验丰富 临场反应快才能从容面对 换一个人可能就已经开始慌张加尬笑了 看来女明星不好当呀 不光要有随时保护自己的能力 还要不停地保持优雅 确保在镜头前的每一秒都美美美 最后再来说说底力热巴 作为红坛杀手的她 在红坛上大范围出圈过的亮丽造型比比皆是 甚至不少人都拿她作为时尚风向标 某次热巴在出席一场走秀时 穿了一身珠光粉宫廷紧身礼服 又贵气又养眼 衬托了她整个人神采奕奕 很是精神 华丽的饰品更是为她锦上添花 然而这只是不走动起来时给人的关卡 一走动起来 热巴就显得有点尬尬的了 由于礼服繁琐又厚重 她不得不用力抬腿 结果走出了正步的感觉 能感受到热巴被这身礼服折磨得小崩溃了 这身裙子虽然好看 可是下摆实在是太紧了 根本无法正常行走 这也导致她的走姿看起来怪怪的 不过这无伤大雅 经验丰富的女神在走路上还是很有心得的 其实对于明星们来说 秀场上的精彩表现不仅代表着品牌方的品位 而且还代表着自己的咖位 当然要越醒目越好 但是裙子在华丽 发型在用心 一旦力道过猛 便会适得其反 所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虾米浆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女明星穿不合身礼服的名场面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